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6月6号 省委书记 省总林长景俊海主持召开吉林省2023年省级林长会议 他强调 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生态优先 节约级约绿色低碳发展 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 胡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滤增长 加强林草湿资源保护修复和科学利用 推动生态强省林业强省建设提挡升级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 优良生态产品 优质生态服务的需求 省长 省总林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全省2022年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汇报 审议通过金临省2022年林长制工作考核情况通报 关于对2022年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和单位予以督察激励的通报 金临省2023年林长制工作要点 关于整合林草综合督察事项实施林长制工作一体化督察的通知 在充分肯定全省林长制工作后 景就还指出 吉林是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加强林草湿资源保护发展 是我们必须肩负起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一要坚持生态优先 保护危机 把生态保护治理更加精准聚焦到 生态功能弱化的森林分布区 沙化 碱化 盐子化的草原退化区 以及面积萎缩功能弱化的重要湿地分布区等重点区域 全面提升森林草原防火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灾害处理能力 确保实现林地保有量和森林覆盖率目标 二要坚持系统集成推进项目 以国土绿化试点示范 林草湿生态联通 绿美吉林等重大工程为牵引 统筹抓好长白山森林生态保育 东北森林带 北方防沙带等重点工程建设 加强制沙 制水 制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 着力培育健康稳定 功能完备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 三要坚持高效转化 科学利用 大力发展森林旅游 森林康阳等产业 培育壮大林下经济 拓展生态价值实现路径 打通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 走出生态优美 产业兴旺 百姓富足新路 四要坚持守正创新 大胆探索 持续抓好东北虎报国家公园建设 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加快推进重点国有林区转型发展 稳步推进试点示范 进一步激发林草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五要坚持夯实责任 完善机制 加快构建部门广泛参与 基层全责议体 线下线上协同发力的工作体系 确保全面推行林长制任务 落地见效 景俊海强调 各地各有关部门 务必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火这根弦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强化火源管控 加强森林扑火队伍建设 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 胡玉婷强调 要认真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站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 全面推行林长制 要落实落细巡林任务 做到手中有图 心中有树 建立巡林问题台帐 落实消耗管理 发挥林长加检察长 林长加警长等协作机制的作用 认真组织好联合巡林活动 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推动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落实 持续抓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 开通重大项目审核审批绿色通道 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要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巩固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核心能力 健全监测预警联动机制 切实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防治外来物种侵害 省领导吴海英 蔡东 李伟 李明伟 刘凯 韩福春 李国强 贺志亮 梁仁哲 省政府秘书长刘化文 省职有关部门和有关企业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今天 省委书记景俊海 主持召开吉林省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文化强省建设目标 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贡献吉林力量 会前 景俊海来到省图书馆古籍书库 实地查看古籍保护修复 数字加工 研究整理等工作 要求进一步加强历史点击版本收集 抓好分籍分类管理保护 利用丰富资源 推出更多古籍研究成果 要深入推进古籍数字加工 建好线上发布平台 更好满足读者需求 书载史物为正 吉林长白山文化展 采用文献与文物对照方式 生动展现了吉林长白山文化发展历程 参观中 景俊海感慨地说 吉林长白山文化远远流长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善于活化利用文献文物 创新讲好背后蕴含的历史故事 更好地宣传普及吉林历史文化知识 切实把吉林长白山文化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会上省文旅厅主要负责同志 汇报工作情况 曹宝明 王晓明 段天井 孙贵林 张玉宏 张金东 庄严 郑立国等八位专家学者 飞移传承人和文化企业单位代表发言 景俊海与大家集息交流互动 探讨研究工作 景俊海强调 构建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持续增强文化软实力 对于我们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省 加快全面振兴 至关重要 一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要义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充分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宁心注魂 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 二要准确把握中华文化当代价值 坚持洋气继承 开放包容 创新搞活 突出抓好重大文化工程建设 文化传播方式创新 历史文化价值挖掘 集中力量擦亮古色长白 红色抗战 白色冰雪 绿色山川等 特色文化品牌 在传承发展中 助劳文化根基 三要准确把握文化建设规律 不断提升文化供给质量 加快培育壮大文化产业 积极推动文旅高水平融合 持续促进文化数字化发展 在既往开来中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四要准确把握文化发展方向 在文化传承中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进而树立新风正气 五要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实践要求 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 党管文化 党管意识形态 切实抓好组织领导 强化投入保障 建好人才队伍 再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 汇聚文化工作合力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李伟 省职有关部门及文化企业单位负责同志 专家学者及文艺家协会 非宜传承人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6月6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 主持召开全省项目建设调度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要求 束劳项目为王理念 统筹推进项目谋划招引 落地建设 投产达校工作 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助力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会上 胡玉婷详细听取 省职有关部门及有关地方政府 项目投资情况的汇报 研究破解瓶颈问题 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胡玉婷强调 项目投资对稳预期稳信心 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新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要把项目投资作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 采取强有力举措 加快项目落地 开工 投产 达校 医药科学研判形势 坚定高质量发展信心 切实增强紧迫感 危机感 补短板 强弱项 断长板 全力巩固经济恢复向好态势 坚持逐月分析调度研判 精准发现档期趋势性问题 以务实管用的举措 破解项目建设难题 二要 锚定年度目标 开展精细化项目管理 按照年度投资增速目标 实事求是 开展中期评估 科学测算 及时修正 各地各部门目标任务 优化目标管理 形成刚性约束 压实各部门责任 对分管领域项目投资负责 倒逼部门和地区共同担责 形成横向倒边 纵向到底的 矩阵式工作体系 提升项目投资均衡性 科学优化 蓄实进度 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 确保投资项目形成更多实物量 三要突出精准失策 抓住关键要害 破解难题 要谋划好项目 立足秉赋 放大优势 精准招商 规划建设一批标志性 支撑性项目 依托现代农业 汽车 石化新材料 新能源 冰雪 避暑旅游等产业资源优势 开展乙商招商 加快发展关联产业 扩展上下游产业集群 推动卖原料 向卖制品转变 适度超前推动四新设施建设 谋划一批交通 水利 网络等重点工程 要用好政策 加强债券资金管理 债券资金分配 与项目绩效挂钩 确保专项债券 落到高质量项目上 创新投融资模式 以政府投资 撬动社会资本参与 保障项目资金需求 要抓好施工进度 盯住重大重要项目 解决读点问题 确保落地项目上半年 全部开复工 开展常态化巡检 全过程管理 政策支持与项目进度挂钩 强化要素保障和施工组织 保证投资强度和建设进度 要抓好服务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 加大典型案例惩治 开展点菜式放权赋能 加快制度创新 优化审批流程 提速项目前期 实质性提升服务效率 强化要素跟着项目走 做好资金用地用能等保障 四要以结果论英雄 树立干事创业鲜明导向 硬化绩效考核管理 引导干部 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 抓好招商引资 项目投资工作 坚持用数据说话 用结果交账 确保项目建设实际成效 体现在促进发展上 为全年经济运行 实现整体好转 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李国强 王子莲 刘化文参加会议 今天按照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安排部署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 关于大兴调查研究部署要求 省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朱国贤到公主领事 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和全国两货精神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在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的独特作用 就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进行调研 调研中 诸国贤一行与基层政协委员一道 走进公主领事 洪峰物流有限公司 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科创中心 和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原项目现场 详细了解粮食收储 购销和项目建设等情况 深入中粮生化能源 公主领有限公司 了解玉米深加工产业发展情况 来到怀德镇三里铺子村 实地了解棚模经济生产 电力设施等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情况 与基层党员群众面对面 开展协商互动交流 听取意见建议 他指出 公主领事作为黑土地上 有名的全国产粮大县 为中国人的饭碗里多装脊粮 做出重要贡献 要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 做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战略部署 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 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朱国贤强调 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 大力推进农村三产融合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让农业增值收益 更多汇集重粮农民 让农民重粮有光荣感 得实惠 要坚持落实藏粮余地 藏粮余计战略 持续优化农业生产布局 不断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 确保守劳国家粮食安全 根基底线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努力促进农业高制高效 乡村一居一夜 农民富裕富足 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以基层党建扎实成效 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 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作用 把屡职成果更好转化为 推进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的新效能新共识 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智慧力量 高治国参加调研 今天的爱上吉林 我们来认识一位海外归来 回乡创业的吉林老乡 韩伯特 回到家乡创业 通过多年的努力 他不仅成立了自己的企业 而且还带领团队 不断创新研发 在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等领域 大展拳脚 这个是他得驱动的话 他来驱动这两个电机 选择回吉林创业 既是机遇的呈现 也是巧合的串联 更是对现代信息技术行业 发展趋势的深思熟虑的结论 我叫韩伯特 土生土长的吉林士人 2011年 经过严格筛选 我有幸作为长春理工大学的交换生 赴美交流一年 随后选择在加拿大 继续我的研究生留学生涯 主要的研究方向 是机器学习 与人机交互 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期间 恰逢我国信息产业高速发展 每次回国 我都会被新兴移动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巨变所震撼 同时也看到了吉林 在信息产业市场的巨大空间 以及人才优势 这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方向 以及职业规划 也激发了我回吉林创业的想法 2018年 我回到了家乡吉林市 创立了奥丁创新科技 吉林有限公司 就落户在吉林市高新区的 创业园孵化基地 在这里不仅享受到了 当地政府对于初创企业的免房租待遇 同时 依托当地良好的产业优势和生活环境 也让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出色工程师 走到了一起 组建了一支优秀的创业团队 在去年 我们的八人团队 在短短三天内 就完成了一项 通常需要几十人 甚至上百人花费一周 才能完成的平台开发任务 同时 我们还与政府 卫健部门合作 承接了区域健康信息平台 等开发业务 现在 我们团队已经成为了省内智慧医疗 智慧民生大数据领域的领军团队 今年 在深入开展服务企业年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 吉林市围绕企业 市场 融资 人才等领域 全力破解企业端 不想说 不便说 服务端不清楚 解不了等难题 给我们创业者提振信心 振奋精神 眼下 我们在积极推动公司现有大数据平台开发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基础上 计划开闭人工智能基础普惠教育赛道 并希望能以吉林市作为根据地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在与国外的朋友和全国各地的客户交流时 我经常会告诉他们在吉林市生活的幸福感会非常强 同时也会积极地分享吉林市的招商引资优势 相信通过我的介绍更多的客户会被吉林吸引 愿意在这里投资共享吉林的繁荣与发展 我是韩伯特 这是我的故事 希望能给你一个爱上吉林的理由 6月7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开幕 共有12家来自吉林省的参展企业参会 吉林省展区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为主线 集中展示我省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 展会期间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发布了全国文化企业30强 及提名企业名单 吉林出版集团股费有限公司入选提名企业 本次展会吉林出版集团展出了掌握看家本领等 荣获第16届京市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图书 吉林展馆还展出了茶干湖鱼皮画 长白山满足剪纸通鱼年画等地方文化产品 电影《汉藏驻魂》、《七三妖》、《虎视丹丹》 《我和我妈的高考》、电视剧《雷霆令》等长影作品 由集市传媒带来的东北生态大数据中心 国家文化大数据东北区域中心 吉林省祥云、郑务云主节点 吉林省公安厅大数据云平台等国家和省级信息化项目 以及由吉林动画学院展出的裸眼3D、特色互动装置、动漫影视衍生产品 多角度展示了吉林省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强劲发展势头 6月7号至8号 我省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在全省各地同时举行 从7点30分开始 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 8点整考生们入场完毕 准备语文科目考试 9点整考试正式开始 今年吉林省考生共有126,711人 全省设置59个考区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全省教育、卫健、公安、保密、公信等部门 选派上万名工作人员 进行高考组织管理、试卷安全保密、打击考试作弊等方面工作 今天我省各地考生顺利完成了语文和数学两个学科的考试 孩子们知道我们在外边心里更踏实 孩子们也都非常懂事 也希望得到老师的祝福 希望他们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所有的客人老师按考点去送考 一直陪考到结束 这样的话可以缓解考生的紧张的情绪 祝愿他们每个人都考取一个好的成绩 吉林市城管局皇位中心在考点旁设立水冲洗移动公厕并免费开放 为考生和送考家长提供方便 浑春等地多个社会爱心团队在考场周围设立志愿服务点 为考生及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和休息处 美科口市开通16条高考专线 为考生提供点对点免费乘车服务 辉南县在考点周围设立心理加油站 帮助考生排解心理压力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出动保电人员开展特询 确保高考期间零停电零故障零差错 据了解高考结束后 全省将立即进入网上评券环节 预计6月下旬公布考生成绩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今年教育考试招生部门各普通高校将进一步加强对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 招生录取期间向社会公开招生录取违规举报电话和咨询电话 安排专人接访及时妥善处理招生录取信访问题 切实加强招生录取监督管理 对招生录取中的违规违纪问题严肃处理 切实维护广大考生切身利益 确保招生录取公平公正和评委有序 于靖是沿边朝鲜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在环境监察执法岗位上一干就是16年 在工作岗位上他始终坚持严格执法暖心服务 用实际行动守护着避水蓝天 记者见到于靖时 他正在延级天营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烟气在线监测系统 2007年于靖从部队退伍进入环保系统 成为环保战线上的执法人员 环境执法工作专业性比较强 环境始终不忘学习本领 并在实际办案中积累了大量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 环保管控方面逐步的升级 就是说于靖队一直就是说 从政策的理解呀 规则方面的理解呀 一直走在前面 从管理方面 从技术方面 帮助企业来提升 在工作中 为了第一时间获得违法证据 于靖曾跳入墨西深的粉尘中 查看质体设施 也曾踩着恶臭的泥浆排查案馆 还曾在几十米高的监控平台爬上爬下 依靠过硬的专业知识 于靖代表吉林省参加国家行政执法案件评查 取得99分的优异成绩 在于靖的带领下 延边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连续六年荣获全省执法大练兵第一名 先后两次荣获全国执法大练兵先进集体 我们穿的这身衣服 也是一份陈建天的责任 既要为沿边的绿水青山 做好执法宝藏 也让群众享受到这片蓝天 这片碧水 六月的长白山天池 水面破冰融化迎来开冰期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